朋友们好 与众不同 章语读到 今天我要聊一个人 洪厚田 要聊一聊这个洪厚田先生的书法奋斗 从掌勺大厨到一化开田 掌勺大厨是怎么回事 掌勺大厨是洪厚田先生 走进这个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 也就是他最早的职业 他曾经是一个厨师 是洪师傅 那现在他的头衔不得了了 是中国书团想保他顶上那一部分人的头衔 应该算到最高层了 一会儿我会说 他已经不是那个洪师傅了 这几十年当中 他可以说是摇身一变 就不是那个厨师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 而且正在北京开展览 在中国国家画院开展览 这个展览这个名字就叫 一化开田 大气吧 我们知道盘古开天 对吧 人家一化开天 很厉害 那聊这个人 摇身一变 我们看西游记的摇身一变 就是那么扭一下 就变了 洪厚厚田先生 他这个摇身一变 真的是不容易 他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努力 才到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洪师傅 应该是洪教授了 所以我今天聊的是从掌勺大厨到这个一化开田 那洪厚田呢 他最近火了两码 第一码是因为他夸了这个吼书大师曾祥的书法 说这个曾祥啊 撑起了北京书盘的半点天 说如果你不懂曾祥的这个书法 你就不懂当代书法 这是洪厚田先生说的 那这一话一出来啊 就引起了热议 有人说这是洪厚田在蹭曾祥的热度 还有人说这是在捧曾祥的臭讲 总而言之啊 讲曾祥好 是有风险的 但这个洪厚田他就敢这么做 这是他火了一把 紧接着他又火了一把 这把火呢还正在烧着 烧得还挺棒 就是七月十七号到七月三十一号 这个展览一画开天 这个展览在中国国家画乐举办 还没有结束 那这个画展开始到现在 平台给我推送了很多 关于这个画展的一些消息 包括声音 我看到的大多数的声音呢 都是批评的 我也不知道平台为什么老师替我 推这些批评的声音 我这个人好像不是一个很犀利的人 也不太喜欢批评人 我不知道平台是不是让我学一学啊 你要犀利啊 你要批评啊 但是我想了 我这个不批评啊 有很多原因 其一是觉得我没那个底气 其次我觉得要理性 就是这个人 他是不是那么好批评的 我得想一想 我不能跟着后面起哄 就是别人说丑 我就说丑 我不干没事 还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平台 他推送这个 告诉我说 你也可以发表一下 你自己的看法呀 或者说你认为比较公正的看法呀 我想 好 这个书发展很火 而且呢 也快结束了 我要关注这么多天了 我今天呢 就来聊一聊 红厚田 他的书发奋斗 从掌烧大厨 到这个 一花开天 那我们首先来与 这个红厚田先生 他的头衔 以及头衔当中的 含金量 因为我们知道 头衔有实衔和虚衔之分 虚衔里面 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 只有实衔里面 才实大实的有含金量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 什么实衔呢 什么含金量 很多都是花钱 拿走后门啊 这个 跑关系 跑来的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看 如果我们都是用这种心态来看别人 这种眼光看别人 那这个世界 一滴一滴都没有了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啊 不是花钱 走后门 不是脱关系 就能够捞到手上的 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的 哎 洪厚田先生 他的这个头衔呢 在我看来 得来不易 西游记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人 摇身一变 那是神话 稍微一扭一下腰 就变了一个人了 这个洪厚田先生 从掌勺大厨 摇身一变 到今天这么多这种 带光环的头衔呢 他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这里面有很多 奋斗的故事 我一会儿也会说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他的这些头衔 他的头衔里面呢 有这个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凯书 专业委员会委员 还有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书法院研究员 还有中国书法家协会 培训中心教授 专家工作室导师 在我看来 这几个头衔是比较重要的 一 这个中国书法家协会凯书 专业委员会委员 这个头衔 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个 中书协的理事啊 那个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头衔比较重要 这个头衔说明中书协认可 他在凯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然后给他的这么一个地位 其次还有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书法院研究院 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在这里呢 我要介绍一下 中国国家画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 都是属于原来的文化部的直属单位 现在是文化和旅游部的直属单位 战尔巴金的直属单位 那就说明 这个不是虚的 还不是什么民间组织 他在这里面有这两个身份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身份呢 是有罕见量的 那我们不说了 他不曾经是大厨吗 你的大厨的事还没讲清楚啊 你得交代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就来说一说 这个洪师傅的事情 洪厚田先生呢 他最早确实做过这个厨师 他在高考的时候 因为家庭的特殊情况 他就没有参加这个高考 当时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理发员 就是理发的 但是可能是站立时间太长 一辈子老是站立啊 静脉去张 就不能工作了 最后就希望这个谁 希望这个洪厚田呢 能够到理发店去工作 但是他不想干那个 他是喜欢写字的 最后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就是啊 去学了厨师 学了厨师之后呢 哎 学得很好 就到饭店里面呢 做了这个厨子 大厨 是四川省的十方市 他在那儿就是做厨子 做了好几年的厨子 那儿饭店 这个厨子负责炒菜 对吧 烹饪了 他做一手好的川菜就可以了 哎 他喜欢写字啊 他字写得好 所以饭店里面的菜谱啊 可能他自告奋勇 我来写这些菜谱 哎 他就把菜谱给他写出来 这个菜谱人一看 好 结果就被这个商业局的领导 看中了 就说你就到商业局的机关去工作 你做什么这个大厨啊 哎 就调查到商业局机关 可见一手好字多么重要 这个你也可以看出来 一个厨子 一个厨师 他那个字能写到好的 让这个当时的几十年前 那商业局的机关有理由 或者即使他委托一点人情 说我要到机关去工作 那你首先得有本事啊 最起码这个呢拿得出手吧 所以到了商业局的机关 来到里面本来人 写些话话呀 你可以到工会去工作呀 搞一包什么宣传课之类的 人家不干 人家说我要看大门 做保卫干事 看大门 结果他看了很多年的这个大门 就是搞保卫工作 他这样想 他是有目的的 干什么呢 他有更多的时间 用来这个写字 练书法 就在这个期间 他的字越写越好 越写越好 最后在全国都开始有名了 在那个时候 曾经这个局里面还说啊 你得换一个位置 你不能老搞这个保卫呀 这个看大门啊 讲起来就是看大门 他说不 我就要干这个 说明他很聪明 因为这个他会有自己的这个时间 关于他这个求师啊 学习书法之路 我们后面呢 会聊到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 他这次展览 就这次展览 这次展览呢 老人说啊 在网上引起热议 我不说了吗 平台给我推送了很多这个文章 长的短的 都是多批评的 就是说洪厚田 这个吹牛 口气太大了 这个展览叫一画开天啊 这个一画开天是什么意思啊 朋友们自己可以去查一查 这跟夫妻室啊 最早搞那个八卦有关 文明照实 说明就是文明就从画那个一画开天 画那个前卦天啊 第一笔画下来之后 哎 古文明就肇实了 开始这是一个雅词啊 那你说你洪厚田 你还敢一画开天吗 就说他吹 胆子太大了 但是我在想 这个一画开天 到底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还是主办方给他起的名字呢 我们一会儿会说 因为这个展览叫邀请展 它有主办方有承办方 而且他是一个系列展 系列展到他这儿好像展了八回了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叫一画开天 我真的不知道是洪厚田自己起的 还是主办方给他定的 难不准就是这个主办方定的 主办方呢是中国国家画院啊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 中国国家画院创严规划处 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 这是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我刚才说了 中国国家画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的支出单位 那这个中国国家画院创严规划处 我们就可以通过创严两个字知道 就是创作和研究规划处 它是有规划的 它是一个承办方 所以它是一个系列展 另外呢 还有中国美术报社承办 也是一家承办单位 其实中国国家画院 这个创严规划处和中国美术报 都是属于中国国家画院的 就跟于这个大的单位主办 然后下面的这个具体的下属单位呢 来这个承办 这么一次展览 这个展览有一个大的主题 叫什么呢 叫大道不孤啊 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到了洪厚田这儿 在这个大主题下面 就是在大道不孤 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梦号 一画开天 建格号 洪厚田作品展 所以我就怀疑这个一画开天 几个字 不一定就是洪厚田自己想的 但是网友们不管这个 就认为他吹牛吹大话 你这个字还一画开天吗 他的这次章栏被批评 一个就是这个一画开天 这个口气太大了 其次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说他这个书法写得不好 说写得烦躁 有躁气 还有人说呀 是丑书 我呢是对这个 我是不轻易贴标签 你说尤其是丑书 不能动不动就贴一个丑书 那现在要贴丑书 丑书是太多了 我们看看洪厚田一会儿 我们还有看看他的其他的作品 他有的字啊 丑书这个标签 你没办法贴上 其次就是什么 就是我是觉得 有人说他这个字啊 造气 烦躁 是这样吗 我想朋友们看看会有自己的结论 我就不在这说了 那这个说到这个展览呢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个就是主办方 中国画院院长 他是怎么评价的 他是主办方的一把手 院长鲁语顺 他是怎么说的 鲁语顺说呀 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是对一位书法家 综合实力的展示 也能看得出来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把几十年来艺术道路的过程 都做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这个院长还说了 说这个横厚田这个书法 这个展览啊 纵向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学习继承 航向上古今中外艺术的广曲博收 在他的作品当中 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体现 这个评价是非常趾高的 而且呢 他强调 他强调了 这次展览的主题 一化开天 更多的道出了艺术本质的一面 那具体是 怎么道出艺术本质的一面 院长呢 他没说 但是他有一个评价 他说 我们也通过这次展览 真正感觉到 洪厚田作为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深深的热爱 这一个让我们知道 洪厚田他现在的这个单位 他是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 这是以前的文化部 现在叫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单位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这个主办方的一把手是这样评价的 然后呢 我特别留意的 就是这个展览 他的序 这个序 结果发现这个序是一个字序 就是洪厚田自己写的一个序 洪厚田这个字序 我是认真读了 而且我觉得认真读是很有必要 你要了解这个人 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好读一读他的字序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所谓的人生 几十年来学习书法历程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这么一个大展上面 这个序无疑是重要的 作为创作者本人他自己来写这个序 难道不值得我们来认真地推敲吗 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比如说他确实口气大 善于吹 他会露出马脚 或者说他不吹 他很会说话 那很会说话 也能从他的字里行间看出来 他这个字序有七个字燃段 在我看来三四两个字燃段 很重要 他的第一段 很简单 两句话 我学习书法始于1980年的秋天 先后的李良栋 蒲鸿香先生 启蒙 没有第一段 介绍他最早学习书法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980年 你想一想到现在多少年了 四十多年 还有呢 他交代了他的这个启蒙老师 这个启蒙老师曾经有一个好像就是他们十方式的哪个局里面的 还有一个是四川省的 在当地可能算有名气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不错在自己这么一个大展上把启蒙老师名字给他点出来 对吧 这些人在全国可能没什么名气 但他在展览上第一段交代一下 你也可以说很会做人 你也可以说情商很高 但是我觉得呢 也可以理解为很厚道 对吧 然后他就说 时光荏苒转瞬四十余年 因为书法 我从十方到成都 又从成都来到北京 境遇的不断改变 促使我书法世界眼界 不断变革拓展 学术涵扬 不断沉淀 演化 书法是我人生的动力 这一段交代 他是从四川的十方京成都到北京 这几十年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关键要强调 这个往上走的这个路程当中啊 他学习书法 他书法的视野是怎么样呢 是不断的变革的 那我们想他的展览 我们看到的不同时期的作品 印证了他的不断变革 还有拓展 从最早可能就写开书 到后来多种书体 还有他的这个学术涵扬 为什么要提这个学术涵扬呢 因为他是那个中国书法研究院嘛 那个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啊 他在里面公职啊 他这个有这么一个交代 然后他说书法是我人生的动力 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假话 如果不是动力啊 他不会有今天 而且他这个动力还是非常持之以恒的 很强大的 不然也不会从四川的十方来到北京 不会从那个饭店里的那个后厨啊 来到了现在中国国家画院 成为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 那他这个字序的第三四两端呢 对我们了解他的书法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我书法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进入河南书法韩寿院 接受系统的学习 并得张海先生亲自 把写好毛笔字的学习 提升到书法艺术学习 进而广泛关注 全国书法界的学术状态 那第二个转折 是一九九三年 在宁波东前湖畔 参加陈振连先生主持的 沙梦海书学院首期高级书法研究班 在此我第一次系统感受了 学院专业学术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的魅力 建立在史学和美学基础上的宏阔视野 将直接提升学术判断的科学性准确性 由前表走向内力 让业余状态下的书法实践 同样实现其学术价值 第三个转折是2015年进入中国国家画院 沈鹏精英班学习 由此开启了我与中国国家画院的文脉关联 攀进中国国家画院的学术平台 好了 红师傅 这个宏大厨子 他这个三个阶段我们看 第一个阶段 他是由这个写好毛笔字的这种学习 提升到书法艺术的学习 而且在开始关注全国书法界的动态 那个时候得到了张海的一些指导 那张海后来做了多年的中书协的主席 这个在他人生当中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第二个转折呢 他接触到了学院派 也就是陈陈莲主持的这么一个培训班 他知道了学院派 就是学院专业书法理论这个研究 他的理念和魅力在哪呢 就是让他有更宏阔的视野 就是直接提升这个学术的判断的科学性准确性 同时由前表走向了内力 他说这个对他的好处让他在业余的状态下 书法实践同样实现其学术价值 就是他虽然那时候他认为他还是业余的 但是在那种状态下他同样能够实现他的学术价值 他在第二阶段强调学术 那到第三个转折就是他到了中国国家画院沈鹏的这个精英班学习啊 他说开启了他与中国画院的这个文脉的关联 而且潘进我查也没这个词 大概就是潘登晋升了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这个学术平台 他讲要学术平台 你要搞清楚这个洪厚田先生啊 他这段话里面很多讲的是他对学术方面的这个追求 刚才前面讲他的学术追求啊 我说三四两个自然段重要 就是他后面的第四自然段也非常重要 他说四十年来 从林写 盐鲁宫 多宝塔 东方硕画站 楚遂梁 大字 阴 福京 梦法石碑 北魏龙门二十品 南朝 篡龙岩碑 沈月浩一路走来 我与书法的学习研究 一直是立足凯书的学术建设来提升定位 站在凯书的学术制高点 全面审视和构建自己的学术 其实还是讲学术 只不过把它以前具体学的什么碑帖之类一一亮出来 然后说了 我原此而深究 转昼内理 便先至生方之法 浸润两汉悲客简读 究体势开河之规 陈前二王一系列行草经典发帖 就写全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悲和帖 好的他都研究了 你也用的词啊 有什么 旧 辨 浸润 还有陈前 都是说他用心之身 用功之身的 他用明 明书胜人法交融之旨 再入唐代凯书法系 上述北魏凯书冤走 朝夕耕云不见寒暑 努力勾勒一幅自然流变的 浪漫主义开术花卷 那后面呢 他一讲到客气话了 我就不说了三段 所以说那两段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洪厚田 他的这个资讯 这段语言其实挺干净的 也没怎么浮夸 只是列取了他接触到的一些 悲呀 贴呀 学书的这个路径 而且讲了他的位置 他是站在凯书学术的这个指高点 几乎书法史上重要的构成 他都深入研究了 而且他偏重于凯书这一块 偏重于凯书这一块 这可能也和他这个凯书委员会 委员这个身份有关 和他那个研究员有关 那刚才我比较详细的 把这个洪厚田先生 他的这个资讯捋了一下 就是他这个资讯写的应该说 没有看出来 那个一话开天 就是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这一话开天 到底是谁搞的 最起码他这个资讯里面 我看动词用了一些 然后用了一些这个名词 他没怎么用这个形容词 也没有用什么负词 狠啊 非常啊 这些虚词还是比较少的 应该说是实大实的 看了这个资讯呢 老实说如果秉持公正之心 不会产生什么反感 他就是介绍他自己的 这个学术的这么一个经历 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喜欢 我也注意到 有的人就是看到谁都不喜欢 反正就是说他一个厨子 那曾经他是一个厨子 现在他不是一个厨子 再说厨子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那最后呢 我想和朋友们分享这个洪厚田先生 说过的这个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在分享之前我想说 我是从一篇文章当中看到的这几句话 那篇文章当中啊 作者写他的时候就说 洪厚田跟说了 说他家上三代都没读过书 那上三代没读过书 哪怕是文盲 这都没有什么丢人的 你看看人家现在到了这么一路 有什么丢人的呢 那洪厚田呢 他有几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想到高处去没有梯子不行 有梯子不爬也不行 书里通缠得因无所住 好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是金刚经理的一句话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他说写字的时候要忘掉书体 就像人会忘掉呼吸一样 执着书体会在前进的道路上 筑齐一道道强 这也是经验之谈 你写字的时候要忘掉这个书体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吸一样 你什么时候呼吸 你意识到哎呀我在呼吸 我在呼吸啊 可能在出毛病的时候 才知道呼吸 对吧 知道呼吸什么 难受啊什么 平时我们都忘掉呼吸的 他说写字 哎 就跟这种感觉是一样 像呼吸一样 还有他说不能只写一种书体 只写一种书体的人 容易成为乡林嫂 乡林嫂大家知道 就是说来说去就那么一句话 他说不能只写一种书体 这是我选三句就是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三句是有意思的 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 请关注我